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股团事件 今天是第52集 我是司机金明的李浩德 在我旁边是萧苓清先生 施老板你好 你好 施老板 这两个星期大家继续腾腾阵 不单止市场 大家看到实体经济都很差 尤其现在风眼在美国 连最新的失业救济金 新领人数到600多万 失业人口又不停飙升 施先生 你觉得这样走下去怎么办 之前美股开始反弹的时候 我都写过篇文 我说美股是否已经见底 我当时认为未见底 那篇文是上星期四 很厉害的 这是个高位 但是我认为疫情反而会见顶 现在意大利、西班牙 基本上都开始新确认的人数下跌 我认为美国最终 现在他们走中国的方式 要停顿社会上的活动 減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这种方法是实实证明 如果执行得好是会有效的 武汉在1月下旬 23、24日 开始封城 其实到3月底 基本上疫情就控制住了 我认为美国最坏的情况 在4月下旬到5月 战入街景 大家会看到 发达地区的疫情 在未来两个月 一定可以压制下来 所以疫情的问题 会慢慢慢慢轻松 当时我说未成功 因为疫情还会爆 实际上也会爆 我记得美国只有几千宗托诊时 我说会过20宗 在3月底 3月底不过4月 1号也过了 现在最新已经全球超过100万 所以如果疫情好转 市场气氛会略为好转 经济步伐呢? 经济是否这么容易复苏呢? 经济复苏V型反弹 我看起来比较难 因为一场风暴之后 即使风平浪静 船是否大力爬就能开出去 船也翻了 沉在海底 再努力也没用 我说疫情要两个月的闭关 封城才能取得成效 没有多少企业 可以捱到两个月停摆 有些不是说 开翻做一点生意 有些行业政府不让你做 有些行业不做 都拖累很多 例如我在电视上看到 有个印度农民工 出城打工 本来一间洗衣店 是帮酒店洗床单的 现在酒店还需要洗床单? 都没有人进去住 那间公司倒闭 便宜悲悲要回家 本来封城打算封住病毒 每个人回家 又带到村 所以很多公司 经过这一场风暴 是死了 资产不了下去 等不到明天 我见社会上很多民粹主义 救人不要救企业 你不救企业 你较遲些就知味道 现在的企业家 你以为一个企业家 那么容易成长出来 企业家输了一局之后 以后不敢玩 你叫他们复苏 所以我怕 经济是 有段时间都回不了 去疫情发生前的水平 消调 不止衰退 我们上次也有提到 30年代 大消调的情况 失业率上升 公司倒闭 公司倒闭 令到债券 都会 企业 还不了钱 银行有坏账 当然了 现在银行坏账 是少的 银行借出去的钱 很多都收不回 生意都做不到 怎么还 有些大公司最近说 租都不交 我只是叫业主选租 如果看到这么大公司 国际性公司都说不交租 我下个月都不交 好过交 钱留在我袋里 整个社会的运作 就麻烦了 公司不做生意 没有钱收 没有钱收 资金周转不灵 很难做下去 银行借出的钱收不回 怎么还给存户 所以汇丰也不派息 先生 你想想到汇丰会不派息 随政时 那些卖出的 无端端得益 不派息是好的 你不能宣布派息 又不派息 现在没有受报 股东没有损失 因为钱在汇丰 你拥有汇丰的股票 但是股票买卖了 换了人 所以 你没想过汇丰会不派息 如果汇丰也不派息 他不是汇丰 是全英国的银行 都叫他不要派息 美国好像还没开始 欧洲也有 远些也快 这么大家银行 都可以不派息 其他债券 为什么会跌这么多呢 怕你 违约 汇丰不派息 是不是违约 公布了 还要除静 所以 我说普通小市民资产 蒸发之外 一个不幸 还要被人剪让务 因为银行没有钱 银行 当然现在是联储局 那些会派给他 最后被封锅是 银行和政府 政府支持银行 让你顶着 银行顶了之后 不还钱 有钱的人 也要嘔吐出来 施闻 现在形势有点差 不过 各个政府都够救经济 你覺得效果如何? 一定要救救 我自己也贊成要救個人 不只是不救 我贊成由政府按照各個企業的僱員人數 給一筆錢 給所有企業全部按照員工出最低工資 你當律師 10萬元一個月 拿回8000元 大家一齊給你發財 保障一個就業情況 General Manager 和General Messenger 都拿8000多元最低工資 政府就派均勻 通過企業派 不是派給個人 由企業出糧給他 這段時間 大家留在這裏 就拿最低工資 到齊齊過難關 賺開多的 就賺少一點 大家就保住份工 大家就保住份工 捱到復甦那天 大家一齊開工 所有租金 不交自 我也收租 我有民意收租 但這些情況下 大家可以陪先生談談 先生的租客 當然要整個社會這樣做 租金可以不交自 有拖無欠 將來發財還給你 現在要繼續運行公司 否則 兩個月後撿了 租約是假的 全部實施苟空 你更壞 反正都沒得收 工資 全部出最低工資 租金 全部不交自 遲些追回 留一些錢 兩個月後復甦 繼續營運 這樣 捱得過 於是 所有的賬 暫時 劃在哪裏 因為你追的話 你追我 我追你 根本 以前大佬生國債 你欠我 我欠他們 他還給我 你還給我 每個人都不用 全部不動 先做現家的事 經濟 叫你捱到 兩個月後 先保住命 可以營運 這樣是 最少損失 師先生 你好像有提過一招 覺得我們還可以做 應該是支持資產價格 如果政府要做 其實 除了 我剛才說維持企業 不要倒閉 不用交租 幫他出糧 大家接受 出少些糧 業主 收少些租 欠的數 大家都有拖募獻 這兩個月拖住 還有一招 如果資產價格大幅貶值 政府要出來撐 美國買債 我相信美國不只買一隻資產 除了買債券 要買股票 股票還未下手 基本上其他都已經在動 股票現在不跌 遲些跌 你就要出來撐 不過副總統已經說過 應該要做這件事 香港以前 刑副基金 都是賣股票賣回來的 要救市 如果地產好地地 暫時不跌 你當然不用救了 如果萬一地產跌 你不夠 財富蒸發後應 又變成通縮 所以資產價值 讓它維持得住 公司不迫它倒閉 兩個月後 疫情過去 大家就可以開工 經濟就可以復甦 不做就不電 現在政府的態度不明朗 我認為 有拖無欠 全部允許 最後觀眾朋友 最想聽的 阿施先生 在股票上的部署 應該怎樣做 我覺得現在你要 全面把你手上的股票看一次 我認為 現在說 現金為王 都已經過去了 如果是 無限量寬 或全日銀行 有機會各羊毛 全部不賺錢 不派息都可以 不讓你拿錢都可以 為了拿錢 以前 蔡普羅斯對俄羅斯就算了 七折收不收 很可憐 我現在只是收拾 三折 你放進去 奉獻給整個社會 你不如拿著 會有機會存在 生存到的公司 請請這間公司 又沒有機會生存 不是跌到多慘 可以喊不喊得過這個浪 即是在生存為主 對 如果能夠生存 你拿著資產就算了 不要轉來轉去 大部份人 在這些大波浪 是走不掉的 轉一次就錯一次 拿著好的公司 你覺得它會長期存在 它都是資產 有價值的資產 即是黃金、地產 營運得好的公司 的股票 都是值得持有的 就不應該在這裏 炒了太多 不應該借錢 當然 借到 插著它 但波動時 你可能會被迫倉 所以這段時間 即使散戶也要去槓桿 現在應該盡量不要靠它 不用槓桿 雖然到尾 你還有責任 資產價值縮小了 你是有資產的人 但如果你做了很多槓桿 你可能輸了 輸得多就變成負資產 所以我自己覺得 股票只是一種資產 好的公司 有盈利的公司 這個時候 拿著它 如果不好 就沒辦法 等於它也要收拾 賣掉它 好的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士先生 各位觀眾 記得有士先生說 現在要保留實力 去找一些好的公司 我們今天雜誌差不多 如果各位觀眾 想支持我們 股壇司機的節目 記得去到以後的網站 給我們一個讚好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